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两边都相互都比较熟悉吧 就至于今天整体专来的发挥度比较差 都没打好吧 个人失误会放得比较多吧 还是我们自己打得太差了 明白 尤其是前两局 其实可以看到前中期都有一些优势 场面的优势 拿龙的优势 当时听他们的沟通 会觉得说是心态比较急吗 还是说有一些比较错误的判断呢 导致于会有一些到调点的情况 错误判断到还好吧 就有时候打团上的一些细节 会处理得比较差的 打团的时候会比较着急 比较慌乱 就因为失误有时候都打不满 或者是前后排就挺容易脱节的吧 特别是第二吧 今天在整体感觉 队伍在陷入逆风的时候 场面上看上去有些混乱 你觉得未来的队伍 在逆风的一些止损能力 需要做哪些的提升呢 主要还是心态吧 因为BO7被对面拿个两分三分在手上 可能整体队员心态会打得比较着急吧 想去通过开团 通过机会去把场面节奏找回来 非常非常能够理解 而第三局的话 对手是出到了一手扁鹊 你觉得这个英雄的登场 当时有打乱 或者说左右到你们的一些局内部署吗 还好吧 我们是拿了一手生病的 整体还是我们自己打得太差了 因为后期经济差 所以就导致对面的来量会比较足 没有太影响到我们 其实我在现场对于选手的一些观察 感觉前三局之后 士气确实气压比较低一些 在第三局结束之后 回到休息间 有和他们进行心态上面的一些调整和安慰和安抚吗 有吧 毕竟我们之前也是准备下也是被你逆伤 但安抚会安抚 整体四季肯定是会比较低迷一些 未来的话 在今天这场比赛之后 还是希望自己的队员们 可以在哪一方面进行一些提升呢 就个人的平常训练在一些 就平常说的一些失误的点 或者说该进步的 还是我觉得进步的会比较缓慢一些吧 这是应该他们以后接下来更应该去注意的一个点 对 我觉得进步的空间也有 未来的方向也 还有很多的选择 希望你们可以在接下来的休息时间呢 好好地调整好自己 重新出发 非常感谢大大接受我们的采访 让我们把时间交还给评论席 其实阿兴跟这个紫荆刚刚那一局当中 其实我们也见到过两波 两次 整整两次 都是两人蹲点 想要去打一个绕后的一个情况 所以其实我们当时还在感叹一件事情 就说 哇 你这个要去蹲点就算了 你当时还带着一个敌人节 其实这已经是他们非常急迫地去想要 把这个局面挽回来的一个前兆了 对 不错之举了 就不这样的话 因为被对面采访机 中后期的采访机 平推起来是没办法 所以这种 就比如一些阿里这种人也是 被平推起来 他在正面的发挥 就很难发挥吧 然后就需要去可能找一些极端的 但是这种大多数都会出现 可能索南天就像宋一样 但是如果做得好 可能就是他发满的 所以也没办法 不错之举嘛 对 因为刚才我们也讲了 像打采访机需要有高爆发 但是如果只有一个要去绕后的话 其实伤害是不够 他被迫只能带着敌人节过去 看能不能找只有黄牌给到 然后配合着这个嬴政 在正面补伤害 然后把你收掉 就已经是一个想要绝处逢生的一个状态 就正常情况下 不到万不得已 谁会这么做呢 对 不可能起动到这种 真拼了 真拼了 是 也希望MC能好好地利用到这趟 调背之旅的汲取的一些经验 最重要的还是 就可能在关键局势的把控 特别是第一第二局 真的第一第二局太少了 其实对于今天整场比喻期 再纵观回看的话 真的对于他们来讲 第一局和第二局是需要好好去 做更加细致的优化的 而MTG 我觉得今天他们做的优秀的地方 不仅仅是第一局第二局 就给我的感受 MTG是掌控了本场比喻期 就感觉静在手中 两个什么看法 他把前脸码的优势一直贯彻到底 然后EMC的话 就像刚刚大德教练说的 也非常诚恳 我觉得也很认诚 就他其实前脸码是最有机会的 第一把的话是他们的 他大德教练也说了 就可能有些前后白脱节 然后导致他们第二把其实打团也是 就是他们没有完全的很整体性 其实这两码如果能吃一分 其实后面就完全不一样 是 就因为BO7的一个过程当中 如果是1比1又不一样 0跟2又不一样 2比0也不一样 对 就我觉得所有的一切真的 希望他们好好能吸取本次的一个经验 对 OK 采访准备就绪有没有时间 交给天云 好的 欢迎回来 我是天云 我们采访到是来自MTG的酒帆 来酒帆跟大家来招呼吧 哈喽 大家好 我是MTG的游走酒帆 首先恭喜酒帆 MTG呢这一次成为了本届挑杯的四强 此刻的心情怎么样呢 非常开心 非常激动 对 因为就我们本来的目标 应该就是四强 对 已经达到也兑现了自己的目标 在今天的比赛之前 对于这场比赛是怎样的一个想法和预期 我觉得因为我们训练赛打比较多 然后我觉得他们特别厉害 然后想着如果能拿个两分差不多 对 很谦虚 因为其实你们之前的交手 当时很可惜是2比4输了嘛 所以对比起上一次对于对手的一个准备 这一次又有哪一些新的准备和不一样的针对吗 其实也没有吧 就放平心态 因为跟他们打就感觉压力挺大的 压力挺大的 因为彼此真的很熟悉了 就这一次在我们的挑杯 MTG也对战过了各种各样不同赛道的选手 截止至今的话 和不同赛道的选手交手有什么不一样的感觉吗 就每支队伍的打法都不一样吧 然后就能吸收他们好的地方 对 是的 我们今天看到我们第三局选到了扁鹊 其实这个英雄还相对来说比较冷门的 而是在之前的版本加强之后才选择 说不定有机会去练一练 还是本来就在你们的体系当中 因为最近扁鹊加强了嘛 然后就比较克制消耗型的中当这种 然后我们也平常训练才有在用 有在用 那一局整体队伍的一个思路 说是怎样布置的一个前中期 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就稳住前期野区嘛 因为我们阿古朵野区比较弱 然后扁鹊中后期又比较厉害 同样那一局你的张飞也有一个很高光的表现 在下路自己利用一个大招 击沙的对面的公孙丽 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那一波的辛苦历程吗 就刚好觉得他会上来 然后就杀掉了 对 这么巧合 就是非常的细节 我们今天看到 其实我们在来到赛点之后 队内进行了一个中单的轮换 这个比较少见 可以跟我们说一下是为什么吗 就谁的英雄玩得比较厉害 就那谁上的 对 教练在台下会想好 根据战力来进行一个轮换 那同样呢 我们接下来晋级到 半决赛了 我们的对手呢 其实都可能会非常强大 要不就是北京微博 要不就是重庆狼队 个人的话 有想跟哪一队的哪一个选手交手吗 就想跟微博交手一点 就训练赛跟他们打输得比较多 想要复仇一下是吗 感觉目前的状态拉到多少了 对那场比赛 会不会比较有信心呢 就能拿一分是一分 能拿一分是一分 还是保持一个很谦虚的姿态 也是期待你们未来更多更好的表现 在此恭喜九番也感谢你 接下来我们采访 把时间交还给平文席 我觉得其实这个挑战决杯 这次的这个舞台 给到大家的一个机会 真的是非常宝贵的 因为其实你会发现 就是MTG从一开始 就包括像今天的这个赛前 或者像之前 大家对于本场比赛的判断 可能是非常胶着的 但是到一场场打完之后 包括刚刚九番思也说的 其实我们的 就对于他们的目标来说 就是进入到半决赛 但现在我就可以着手 把这个目光再放得 稍微那么远一点点 再往前走两步 我觉得可以没问题 虽然说我觉得 在他之后遇到的对手 无论是哪支战队 肯定都是非常非常强的 而对MTG也是一个 很大的一个挑战 因为当你在跟EMC 打的这局的时候 你觉得我是一个 比较完备的一个 小六边形战士 但你接下来遇到的 那支队伍可能是一个 大的六边形战士 那这个时候你再遇到一个 可能综合素质来看 更加全面的一个队伍的时候 你还能不能保持着 今天的一个状态 同时在自己的比分 可能会出现平分 或落后的情况下 还能不能像刚才 最后那一局那样 呐喊出来 一直保持热血和激情下去 对 因为我们这次 就是来到这边现场之后 你会发现就当选手 坐在你的右手边 其实我们的右手边 是MTG 你可以非常直观地 感受到他们的情绪 什么时候是扬起来的 就是包括刚刚刚那一波 最后一波就蔡文基 买了三波的那个 那一波团战 其实他们是喊得 非常的激烈的 对 老板啊 竞技图 那么现在 MTG将在半决赛的位置上 等待狼队和微博的胜者 当然还要关注到一点是 明天同样还有一场 四分之一决赛等待着各位 武汉E-Star Pro 对战TCG 就我们就说了 挑战者杯 其实机会是平等的 对他们来说是完全 不管你是来自于KPL 来自K甲 还是来自全国大赛的队伍 这个机会就在你面前 E-Star也在你面前 怎么样 两位对明天这场 有什么自己的看法吗 年子哥 你先说 你先吧 那我先 这个E-Star和TCG 一个KPL抢队 这个顶级抢队 这个部分都说 TCG的话就是 全国大赛季军 然后他呢 我觉得能杀进 这个八强 就是四分之一决赛 已经非常的不错了 而且他们两个队 一个主教练的SK和 他们的 好像是老板 月光 我的前教练 然后也就是 非常有渊源 也没想到 能在这里 突然又对到了 也是非常有缘分 然后我觉得TCG的话 就刚刚跟九盘说的一样 其实能吃一点分 我觉得已经是非常不错了 可以 我的看法呢是 首先遇到E-Star 是一件 非常值得庆幸 又不幸的事情 因为他们毕竟是 从全国大赛上来的队伍 其实遇到一个 顶级的一个强队 这个压力是很大的 但我觉得就像他们 采访的时候说呢 他们会抱着一个 学习的心态往前走 我觉得那如果有 这个心态的话 那就不管对手是谁 我只要往前冲就行了 而且存在既合理 既然说你能排到E-Star 就说明其实你 也是间接地肯定了 他这段时间的一个 付出和努力 包括他小组才的一个表现 是的 对 我觉得其实对于 TCG和这次E-Star 明天这样这场交手 就是圆妙不可言 包括像就今年又提到 SK跟月光 就对于SK来说 虽然就不是说 直观的一个 BP上的较量 但是感觉又打月光了 也是个老朋友 又是不一样的一个感觉 而且我也想说 就可能很多人会觉得 对于我们来说 就可能NBW的七年 在K家解说的子玲 包括像我 可能在KPL的工作比较多 但是我觉得 这次挑战者 被这个舞台 真的非常地不错的原因 是在于 我们也有很默奢地 对我包括全国大赛的 TCG 这对于E-Star来说 也有可能是一场敌号战 所以这也是 我们要一同期待的点 让我们期待明天的比赛 未来电竞期间 成就王者表现 感谢官方比赛用机 i-酷时月想操控 开启电竞新体验 感谢喜护街的 王者品牌 青阳队本次比赛的大力